小狼野性险了 他决定对小狼进行野外训练并放规 小狼格林能否顺利回归自然 特技之光正在播出 我和野狼格林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咱们今天继续给您讲述昨天的故事 可能有些朋友没有看到昨天 我帮您简单梳理一下 昨天的节目我们给大家讲了 有一位女画家叫做李维一 她去若尔盖草原写生的时候 无意之中救下来了一只奄奄一息的小狼 当时觉得狼很可怜 基本上还是处于婴儿阶段 于是他就把他带回到成都饲养 一开始就觉得当成一个宠物狗来养就挺好的 但是没有想到狼就是狼 这个小家伙长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 他们就发现了 他对血腥味 他对于肉就特别的敏感 而且一旦接触到这类东西之后 马上性情大变 绝对不再是一只听话的小狗了 此时此刻 他的祖先赋予他的兽性 在他的身上就开始似乎要勃勃而出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为了自己家人的安全 同时也是为了对这只小狼负责到底 李维一决定 还是把他从成都带回到草原 想让他去草原里头真正开始自己的野生生活 李维一是一位喜欢在草原上写生的画家 以此偶然的机会 他在入耳盖草原救了一只野生的小狼 并把他带回到成都的家中饲养 随着小狼隔离的长大 一些问题也随着而来 而让李维一最为担心的是 小狼有幸的显虑 有一次不小心我手上一个伤口的时候 然后那个血滴在地上 然后他本能的就去舔他的那个爪子 上面沾了一些血 一舔之后眼神马上就变了 对 那就是因为他闻到一些血腥味 这样的话会刺激他 他会有一些捕食的反应 这主要是他的这个 对这些气味的敏感性 这是天生与生俱来的 鲜血对正在换食的格林来说 是很大的刺激 狼毕竟是食肉动物 血腥味唤起了小狼的野性 此时格林让人感觉害怕 而这时李维一感觉家里 是没有办法再让他生活下去了 经过慎重的考虑 李维一决定 自己试着对格林进行野化训练 并放归自然 野化训练是目前恢复野生物种的一种常用的手段 通过对人工饲养的动物进行系统的训练 让它们具备野外生存的能力 然后放归自然 就像东北虎的野化训练 这里是黑龙江的东北虎林园 现在工作林园正在对右虎进行捕杀活鸡的训练 这两只虎才十个月大 那么一会儿呢 我们准备把一只饲养的家鸡放到里面 那么这两只虎呢 过去还从来没有抓过活鸡 我们今天要训练一下 看看它对鸡的感觉 在把鸡放进虎舍之前 工作人员会先挑逗一下老虎的野性 两只老虎听到鸡的叫声 纷纷朝龙边跑来 工作人员把野鸡针进龙舍 一场争夺食物的混战开始了 混战中 每一只小虎在捕杀猎物时 野性和勇气都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现在看着这个老虎 因为已经十个月大了 它完全具备捕杀这个小动物的这种能力了 因为它通过这个大虎在野外这种学习 它也看到捕杀过这种家鸡 那么它呢就是说 现在只是说 不会去如何去拔毛 会吃掉它 但是要捕杀它是完全可以的 所以说老虎呢 对活的动物非常感兴趣 神功劝养了东北虎 在经过有意识的训练后 野外捕猎能力有所改观 可动物的野化训练是一套科学而严谨的训练系统 关于狼的野化训练 国内几乎没有完整的理论系统和成熟的教案 这外行人李维一又该如何对小狼格林进行野化训练的呢 李维一观看了许多有关狼的资料 最后决定把学习狼教作为它野化训练的第一步 因为这个动物啊 它跟我们人一样 它的叫声实际上是它的一种语言 它的一种我们叫通讯行为 它这种行为产生 还是要在群体当中才能够产生这种行为 如果没有人交给它 或者是它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叫声 而且我们可能仍然听到的狼嚎可能都是一种 但实际上对它们来讲 它们在不同行为下 不同情况下 不同条件下所反映出来的声音 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它可能兴奋的时候有一种叫声 它悲伤的时候有一种叫声 它呼唤同伴的时候有一种叫声 它可能捕食到食物很兴奋的时候 也有不同的叫声 没有现成教材 它就开始自创课程 它用手机从网上下载狼的叫声 每天放给柯林听 这个时候它就会很兴奋地冲过来 就到处找 围着我生日转 找那个手机 它知道声音的来源是来源于那个手机 它就很兴奋 它伙伴们的语言 听到叫声 柯林也有所反应 它也试图去模仿 不过显然叫不出来 几天过去了 小狼格林还是不会狼叫 没办法 李威依只得慢慢琢磨 这些办法是否有效 李威依心里也没有底 在没有其他更好了办法之前 它只能重复这么做 这天早上 一声狼的叫声从阳台上传了出来 这时距离叫声训练 已经过了整整一个月 兴奋极了 这种方法是我教她的 我觉得特别自豪 初步训练有了效果 这让李威依信心大增 她开始为小狼格林做下一步的训练 但这时 李威依又发生了一个问题 格林每天在家里上穿架票 各种东西都成了她需要的对象 把其他东西咬到了倒没有什么 不过她把煤气管咬断了 这让李威依感到害她 这时李威依明白 格林已经是半大的狼了 对她的培训需要加快速度 如果等她各方面都已成熟 性格一旦定型 恐怕就难以扭转了 通过查看有关狼的更多资料 李威依发现 母狼对小狼培训同样采用的是 循序渐进的办法 在小狼三四个月的时候 母狼会捉一些老鼠之类的小型动物 让小狼练习 等到小狼掌握捕获小动物的技能后 母狼会再捉一些大的动物 来让小狼练习 为了对格林进行更好的野化训练 李威依把她重新带到她出生的地方 若尔盖草原 若尔盖草原位于青藏高原东部的边缘区域 境内地势瓶泊 水资源丰沛 光热调性好 因此形成了水草风貌 适宜放牧的草原 这里不仅是小格林出生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 这里更适合草原狼的生活 有充足的食物 可以满足小狼格林的成长 来到草原 小狼格林的第一个训练计划是捉鼠兔 鼠兔会对一些活的羊羔啊 或者是活的一些猎物 给它带回去 让它们练习铺咬 练习狩猎 但是我呢 就是直接带着它到处去找 高原鼠兔是草食净鼠类 它们最爱吃优良牧草的芽 叶 金 花 种 自己根 在寻找食物的时候 它们不会离开自己安全的洞穴太远 鼠兔虽小 但它的灵敏度并不差 而且它的洞穴四通八达 要想在草原上捕捉它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小狼格林在草原上费力追逐了几天后 一无所获 没办法 李威一开始帮它想办法 经过观察 李威一发现 鼠兔虽然灵敏 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它选择的是顺风的地方 也就是说鼠兔 它闻不到它狼的味道 另外呢 就那个时候太阳出来了 它的那个影子是落在它的身后 也就是说 鼠兔只会顾前 不会顾后 有了这个发现 李威一教格林躲在下风口 来守候鼠兔 当时它抓到第一只鼠兔的时候 这一心疯了 然后我就到处就跟人炫耀 我说你看你看 它抓住了第一个 第一个 抓住了第一只后 格林似乎一下子就开窍了 它每天不停地奔波在草原上 很快 附近的鼠兔 就被小狼格林 抓了个尖光 野化训练初见成效 它的努力能否成功 小狼格林能否顺利回归自来 向后请继续收看 我和野狼格林 从成都回到了若尔盖大草原之后 很快的格林就从一只小狼 变成了半大的狼 而且性情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经过一定程度的训练 它可以自己去抓一些 像鼠兔这样一类 比较小的生物作为食物了 但是李威一觉得还有问题 一只狼不可能永远是靠这么点的小东西 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 它应该学会去抓野兔 甚至更大一些的生物 另外它还在考虑另外一个问题 那是什么 就是这只小狼 它是由人带大的 它对人已经非常熟悉了 相反的 狼的这种群居动物的 社会性的一个大家庭 它能不能够真正的进去 如果完全把它交给大自然的话 这只小狼 这只格林能不能够融入狼的家族当中呢 随着格林一天天长大 小小的鼠兔似乎已经满足不了它的胃口了 李威一决定实施它的第二阶段训练计划 捕捕野兔 无论从体型上还是灵敏度上 野兔都要比鼠兔难对付 格林抓捕鼠兔的方法已经不能奏效了 兔子一出来 它是像对付鼠兔那样 但是兔子它的那种视觉是对于顶上的东西特别敏感的 而且它的耳朵也比鼠兔灵得多 你在它洞顶上 它早就发现了 它就不会出来 逮不到 它就刨人家野兔洞 泄愤 刨了十多个野兔洞了 还是逮不到 格林白费了几天的功夫 李威一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观察出 它捉不到兔子的原因 就是它沉不住气 它老想往外冲 李威一发现 格林的失败在于它不会伏击 兔子的智商虽然比鼠兔高 但它的弱点是活动范围大 捉它的办法 就是要远离它的洞穴 然后再出击 而之前之所以不成功 是出击的时机不对 兔子刚一出现 格林就冲上去 兔子一个转身 就又回到了洞穴里 想要捕捉到兔子 就要学会等待 拽着它胸毛 不许动 不许动 一直让它沉住气 让那个兔子走远一点 到了 慢慢地它知道一些就是埋伏的重要还有看时机的重要性 它就知道野外的一些东西是会躲的 所以它就知道必须得看好时机 因为大家是一个生存竞争的一个感觉了 现在在李威一的调教下 已经八个月大的格林可以自己去抓些鼠兔和兔子来解决温饱了 除此之外 原本附近随处可见的动物尸体也因为有了格林而再难秘踪眼 格林把动物尸体当作食物的另一个来源 这样的结果也是李威一希望看到的 因为只有这样 格林的生存几率才会更大 但李威一依然觉得放生的条件还不成熟 因为野外的生存环境非常的残酷 如果就这样把它放归自然 它或许会成为其他动物的食物 所以李威一觉得 在放归之前 就必须需要让格林明白强者生存的道理 来到若尔盖草原后 李威一和小狼一直住在一户牧民家 为了表示对这家人的感激 李威一准备买几只羊来酬谢他们 让李威一意外的是 当公羊刚一出现 格林就冲了上去 公羊也不是一个软弱的对手 在搏斗中 格林受了伤 稍稍平流之后 他又冲了上去 对于体重大自己一辈的公羊 格林实在有些难以应付 不过几轮叫浪下来 公羊知道这场战斗的胜算并不大 他退到了角落里 再也不肯出来 看着公羊躲在墙角不肯出来 格林试图把公羊拖出来 在自然界里 用这种方法来捕获猎物的野生动物也只有狼 很多家庭被狼吃掉的猪和羊 就是被他们用这种方法牵引到没人处再咬死的 不过今天这种方法并不奏效 脱不出来之后 他就向我求助 就过来拽我的手 然后那个眼睛就跟我忽闪忽闪的 几没弄眼的 意思就是说 他把那个羊绳子拖给我 然后让我弯外拖 我也拿羊没办法 因为只有那么宽的距离 我人要过去的话 这羊一顶过来 我恐怕有凶多一场 那我就站到他旁边 我就配合上了 因为老这么多的耗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 后来还是几次交接都没成功 最后我们想了一个损糕 就是把那个牛头给扔进去 又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接战 格林和公羊最终还是打了个平手 这样持续争斗下去 是不会有结果的 李威依和其他人制服了大公羊 这一战 格林的野性完全显现 虽然最终格林并没有战胜公羊 但至少说明了一点 他完全有勇气 捕食比他大的动物 了解到这些 李威依决定放走格林 这只小狼呢 他比较年轻 把他放回狼群以后 有两种可能 一种肯定是被排斥 比如被打 被咬啊 被排斥 把他赶走 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 这只小狼表现的是 对狼王的臣服 而这个狼群呢 又确实需要帮手 比如说这狼群可能数量比较少 或者呢 他这个狼王觉得这个 这个狼群可能允许这个吸纳个体的话 并且他又表示出臣服的话 而且他又很年轻的话 那么可能会接受的 弱肉强势的自然界中 格林能否明白强者生存的道理 现在的格林能否重返草原呢 科学之光继续播出 我和野狼格林 半大的格林 现在已经可以自己捕捉 草原上的鼠兔 野兔和大型动物了 李薇觉得 现在应该能够放走格林了 但要放走它 又该放到什么地方呢 因为狼群 它都是一个群体之间 多多少少有一点血缘关系 我就在想如果回到他的出生地的话 会不会还有他的亲人 当时也是这样想 如果是其他的 没有血缘关系的狼群的话 很可能不容他 因为他是一只公狼 如果是母狼 就哪个群体都欢迎 公狼呢 就因为涉及到地位 正地位这一方面 就可能被排斥 经过分析 李薇一决定 想把格林安全放规 就需要找到他的族群 格林虽然并没有 跟他的族群在一起生活过 但至少他们之间有血缘关系 或许更容易接纳他 李薇一开始向牧民们 打听狼群经常出现的地方 找了一个灰汗雨的人 就带我去 然后到一个围栏的地方 很多围栏现在草场 他过不去了 过不去了就说这样 我就送你到这 你翻过这个山 对面就到了 寻找狼群是需要面对极大的风险的 当牧民告诉李薇一 狼群的大致贵之后 他就带着格林 向牧民指引的方向走去 时常在外写生的李薇一 比普通女孩要胆大的多 但真正到狼群经常出没的地方 他还是有些害怕的 我一直是感觉 有这种钉梢的感觉 一直几天 在心惊胆战中找了几天 也没有见到狼群 可能是焦虑过度的关系 李薇一病倒了 咳嗽的时候 有些粉红色的泡泡那种症状 这种症状是肺水肿的症状 在高原 肺水肿是会致命的 李薇一不得不停止寻找狼群 回到牧民家后 一连躺了几天 他的病虽然没有见好转 但却意外收获了格林 给予他的最大的感觉 听到医生闷响 那时候我以为他是扔的石头 然后我就转过来看了一眼 然后我就看到地上 毛糊糊黑糊糊脏兮兮的一团 然后我再仔细看的时候 我领起来一看 是一个那个兔腿 看着李薇一病倒了 格林拿出自己储存的食物送给他 上面沾了很多的沙土 这应该是他储存起来的那种食物 觉得太感动了 李薇一一定不急 男友一风从外地赶到草林照顾他 当病情稍有好转 李薇一便着手准备再次放归格林 因为他觉得放归的时间不能够再耽误了 在李薇一的坚持下 两人开始重新寻找放归小狼的机会 因为冬季野外的食物太少 狼群开始渐渐出现在牧民家的周边 每天晚上房屋的周边都能够听到狼的叫声 李薇一他们觉得这是最好的机会 每到这时李薇一和易峰都会把格林推到室外 但每一次格林都会被狼群给咬回来 走了 一回来又绕他一圈 绕两圈又走了 反复两次三次 这个困难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他本身也是一只外来的 他们这个群体或者他们这个家庭 或者他们这个小的社会已经很稳定了 当他比较稳定 甚至处于一种饱和状态的话 你再进来的一个新的个体 他就是成为一个竞争的对手 虽然每次格林都被咬回 但他也在发生着变化 当狼群再次出现的时候 他开始用叫声回应室外的狼群 终于有天 接着远处传来狼群的叫声 格林顺着叫声的方向跑出去 并最终消失在天月中 对于格林去了哪里 现在我们谁也不知道 也许他加入了新的狼群 有一群自己的兄弟姐妹 也许成了一个流浪汉 在努力地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 无论现在的格林如何 对于李威夷来说 他和小狼格林之间的感情 永远值得怀念 把一头名叫格林的小狼 从草原带回到了大都市 再把他从大都市又带回到了草原当中 八个多月的时间 美女画家李威夷和这只小狼之间 建立起了难以割舍的情感 虽然说他知道 自己这一走恐怕再也难以见到格林了 但是我们也期待着格林能够真正的融入到野外生活的狼群的大家庭当中去 不过在这我们还是想提醒您一下 狼是一种野生动物 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 任何人不得饲养野生动物 除非是得到了某些有关部门的特别允许之后 这个特别允许是要考察你自己的能力 考察你的饲养条件之后 发放了许可证才可以进行饲养 何况狼毕竟是一种凶猛的动物 即便是不伤及到您自己 如果伤及到他人的话 这个结果恐怕也是任何人都不想看到的 但无论如何 我们还是期盼着人与野生动物都能够真正的和谐相处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